請聽第三種聲音 我是季慧榮 歡迎收看NGO觀點 其實少子化的浪潮 已經衝擊到了高中值 那在這當中 我們看到很多的學校 可能就招不到學生 那教育部在102年的時候 就已經有一個叫做 轉型發展及退場的輔導機制 那在這當中 有18所被列入 必須要輔導 那可是在這個輔導的過程 如果他沒辦法轉型發展 可能就要被迫退場 那這個退場的機制 是不是所有的私校 要被輔導退場 是不是願意 然後學生老師的一個權益 又該如何 那這當中我們看到的一些問題 尤其是土地 因為私校的土地 如果真的要退場 它必須要變成要回給政府 就是要捐贈 那這當中當然有很多的利益 跟衝突在這裡面 那怎麼樣能夠達到 教育部所說的 能夠地區這個區域 均質而且學校優質化的一個原則呢 今天就讓我們好好來討論 我們來看一個VCR 新學期剛開始 位在台南東山的滑稽永安高中 卻沒有開學的氣氛 牆壁油漆剝落 教室空無一人 學校連續兩年沒有招生 去年向教育部提出轉型改善計畫 仍以學校形式招生 但遭到教育部駁回 外界預料 他將成為第一所被強迫退場的私立高中職 我答應董事會幫他在這個地方留守 我希望103學年度 我有重新出發的機會 鏡頭轉到嘉義市 有52年歷史的大同高商 因為去年沒招到新生 目前學校只有二三年級學生 人數不滿200人 學校董事會已經決定 103學年度先行停招 同時思索學校的下一步 與他校合併也是選項之一 你如果註冊率真的沒有達到那種情況 會對教學的品質一定是造成非常嚴重的一個傷害 所以學校本身必須要很認真的去面對那問題 而不是盲目的擴充去招收這些學生 受到少子化衝擊 越來越多高中職面臨招不到學生的窘境 根據現行規定 學校招生人數只要少於600人 就列入發展輔導 不滿300人就列入轉型輔導 另外長年招生不足 財務嚴重困難等等列入退場輔導 102學年總共有18所高中職 被列入輔導名單中 其中教育部管轄的有16所 新北市教育局管轄的有2所 根據教育部估算 今年12年國教上路 全國高中職新生僅剩下26.8萬人 並逐年递減 到了110年時 將跌破20萬大關 學生來源減少 學校可能面臨小班小校制度 或是整病的考驗 教育資源也將重新分配 勺子化究竟是困境還是契機 就看教育現場如何因應 哇 教育現場 真的要因應這個勺子化 真的是困難重重 我們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教育部國教署副署長黃新芳 各位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大家好 主持人好 好 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全教會私校委員會的一個主席 吳中泰 主持人好 各位晚安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全加盟12年國教民間辦公室的執行長 謝國欽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政治大學教育學系的教授 周祝英 周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晚安 我們已經知道了是 有一所學校 就是剛剛大家看到的影片 就是台南的華季永安中學 他已經連續兩年沒有遭到學生 今年也不准被不准招生 那高山的學生已經有很多人都轉學了 所以這個學校很可能就是被迫要退場 但是他退場之後會變什麼呢 我們是不是可以請教一下 副署長 退場以後可能要變成什麼 學校招不到學生 就是沒有學生在就學 那沒有學生在就學 他還有董事會的存在 他法人還是存在 所以他會繼續處理後續的 他學校要結束的工作 所以學生在退場的這個階段 學生的安置是我們最關心的 同樣情形老師的工作能夠讓他有繼續有工作權 也是我們非常關心的 所以我們的整個發展轉型跟退場輔導的機制 但是我們就希望說能夠讓學校非常順順利利的退場 可是退場那那塊學校的整個 那個學校會變成什麼 學校事實上我們從民國九十年到現在 一百零三年 我們在教育廳時代 或是教育部中部辦公室時代 其實已經有十二所學校 他在這個後來沒有招生 以及學生畢業之後就沒有繼續辦理 所以事實上不是只有現在的這所學校 事實上之前最近一次就民國一百年 在花蓮有一所學校 那在更早之前九十七年也有 所以這些學校退場之後 那土地的處理或是校舍的處理 我們成立了發展轉型退場輔導機制 到退場機制的時候 我們是希望說他能夠 如果法人想要繼續辦文化教育事業 或是要辦社會福利的事業 像目的事業機構就像剛剛 VCR所介紹的華季永安這所學校的法人 他現在是預定想要辦社會福利機構 那將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如果核准的話 他會轉型成為辦這個社會福利機構 其實大家可能並不知道教育事業 其實他就是一個非營利的一個事業 所以他不是以賺錢為目的 那當然這裡面他的轉型可能可以轉為所謂的NGO 或是社福團體 那只是這個第一個學校如果要被迫退場 那我不曉得說來中泰你覺得他可能會起了示範作用嗎 還是就更多的抗爭還是怎麼樣 所以有的私校可能會進場 為什麼呢 第一個是最近的這個學費政策 已經慢慢的讓全民都享受到免學費 那在今年高中子免學費的政策 除了高中的一百四十八萬以上 其他都是一樣啊 那其他都一樣 對家長的選擇是一個重新的考驗 對學校是一個重新洗牌 也因為這樣的關係 再加上最近的這個公保年紀已經通過 私校老師以前有時候覺得說對於未來的養老保障不足 那麼他會在暑假之前會尋求轉公立學校 但這個的動力現在會減少 那麼也就是說他如果好好在私校 而且是私校經驗得很好 他又有機會是學校還會在澎湃發展 所以我就想說這是退場 但是不一定是私校退場 我們希望說留下來的都是好的學校 這是第一個 但是不管是高教的高峰或者是永達 或者是我們今天談到的像華季永安 他的確是一個禁止 因為之前的這個十二年國教政策 讓很多人慣忘 會不會因為重新洗牌 所以這個有些學校是不會死掉的 但是現在證明供給跟需求之間差太多了 縱使你把班級的數降下來 還是有學校會退場 那我們也不應該讓台灣 這個好像到處都是學校 每個學校都很神聖 學校要扮成神聖 是要用力用心的 所以如果沒有這一套好的前面 兩三所學校是把它退場的很漂亮 民眾會覺得說這是什麼搞的 所以我很希望說藉著這幾所學校的處置 不管是後續的土地的處理 或者是轉型都能夠建立起退場 那退場遊戲是一個好的轉型 所以你認為遊戲規則要有清楚 而且這三所學校的處置的過程 全民都在看 希望能夠建立好的規則 所以我不曉得站在家長的立場 你是不是贊成這個反正 就是不好的學校應該退場 還是覺得應該要其他的遊戲規則 我當然認為不好的學校就該退場 不過基本上應該在保障 那個學生的這個受教權 最重要 那問題是學生的受教權 是什麼東西 一個當然就是說 如果這個學校 他已經是無法經營下去了 那顯然這個學校的學生的學習權 會有問題 受教權會有問題 可是如果另外一個角度是 這個學校要退場 可是這個學校是一個很偏遠的地方 當這個學校一退場之後 那個地方的孩子 可能就要跑很遠的時候 那那個地方的孩子 是不是也會受教權受到影響 所以你覺得應該注意到偏鄉的 沒錯 對 我一直在建議教育部 應該有一套系統 就是所謂地理資訊系統 他應該去了解 我們現在高中職 或者是那個大專院校 其實最大的問題是 沒有說很多 可是不均 就密集的地方很密集 缺的地方很缺 那我們以前在主張 十二年國家是認為說 你缺的地方 要不要由國中 變成完全中學 現在面臨了 我們高中職要退場了 那這些高中職 有沒有可能 因為他的空間更好 更適合一般人的那個上學 有沒有辦法做一個 通盤的檢討說 我缺的地方 我雖然這個學校 可能因為他的招生能數不足 那我教育部 有沒有更積極的介入 介入裡頭 讓他能夠起死回生 去照顧那個偏鄉的孩子 而不是就一刀切開了 就退場了 那退場之後 這邊的孩子怎麼辦呢 我們其實考慮的是這個問題 不過這邊我也請教教授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 真的好像應該要退場 可是有的學校 他們還是堅持 就是說我們可以改變 所以可不可以換經營團隊 或者是整病 這個是不是有可能的一個條路 我覺得在國外有很多像學校 不管是退場 或者是減班病校這些 其實是有一些民間機構進入的 就像所謂的特約學校 我想在每家地區都有 紐西蘭澳洲也有類似的狀況 那所以我想這個經營團隊 現在比較大的問題是 我們的學校很 如果純粹是私人學校 那麼包括董事會在內的 這樣的所有權到底能不能夠轉到民間 甚至說讓民間的其他的人來接手 我想這個部分可能是需要加以再討論的 不過國際上實在是有 也有這樣的類似 有這樣的例子對不對 不過我們看到現在教育部的一個 輔導轉型 那一個的一個原則 三個階段 發展輔導的 就是學生數六百人以下 評鑑四等的 那還有一個是叫轉型輔導的 就是學生數只有三百以下 那評鑑為五等的 就是越後面的 那最後要退場的就是學生數一百以下 那目前為止總共有十八所 有登記在這裡面 那列館的學校數就變成是六所 然後這個輔導轉型的是九所 然後這個退場的是一所 所以在這裡面看起來 他是有階段性的 可是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再看這個這個板子 就是談到這個退場的輔導要件 第一個學生數一百人以下 就是說除了人數之外 還有一個是財務差 而且影響教學 另外呢 評鑑結果建議退場的 還有欠薪 然後無故減薪連續三個月的 然後升師比偏低影響教學品質 自酬經費連續兩年減半 然後違反法令限期未改善 然後學校自願退場 但是在這裡面我們看到了有一個很重要 這邊提的就是說這個被提列退場輔導的學校 停招三年及應停辦 我不想教育部在這邊看到這個東西 就是說在輔導的過程 你覺得現在最困難的是什麼 要退場 我想整個輔導的歷程 剛剛包括我們謝理事長跟中泰都提到 事實上發展輔導 轉型輔導跟退場輔導 他是有階段性 而且有層次性的 那發展輔導 就是我們看到學生人數 已經低於六百人了 或者是學校評鑑 他的成績顯現出這種四人一下 或者是這個招生人數沒有達到百分之六十 那也就是已經預警這個學校有危機了 所以我們發展輔導的 輔導的這些小組就進場了 我們會要他提出一個改善的計畫書 而且這計畫書 由我們的專家學者提供的意見在裡頭 然後我們看他改善的情形 事實上從101年到102年 在發展輔導裡頭 原本的十四所學校 為什麼會變成六所學校 就是有一部分學校 他經過評鑑之後 他的每一項成績都在一等以上了 第二他的招生人數又緩緩的再增加了 或者是說他學校本來他是自願參加發展輔導 但是他覺得他已經OK了 他也退出 是這種情形 那轉型輔導 就是我們已經發現到他一定學校 要做一些結構性的改變了 比如說有些科你要停止招生 有些你可以新增哪些科 甚至你可以去轉型到剛剛講去招進修部的學生 不一定去招應屆畢業生 你可以去招實用技能學成的學生 可以去招建教合作的學生 或者是產業特殊需求 這樣讓他有轉型的機會 這種學校也是在發展當中 那到退場是萬不得已 已經到學生人數 我們的退場也不是一下子一刀兩斷 我們是先同意他停招就沒有新增來 但是沒有新增來不代表學校不要繼續下去 副市長 我可不可以問一下 因為我們看到這樣發展輔導到轉型 對 這本來這邊列管的是十四所 現在變六所 對 所以看起來是可以起死回生 是 對 但是真的少指化 他可能還是面對的是招不到學生 現在是這樣 剛剛中泰也提到 學校在發展過程當中 我們還是要認知到有些地區 他偏遠地區 如果他當初設校 就是要解決當地孩子 究竟入學的需要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個機制 就全國的學校 我們事實上有資源分布 以調整的方案 是有這個方案 就哪些地區資源比較缺乏 所以非不得已不是退場 那我不曉得中泰你的想法 是鼓勵要進查是要退場 你們 剛才那個國慶就講到 地理資訊系統 地理資訊系統 其實會包括他的交通的工具 是否充足便利 第二個是包括附近的居民的密度的問題 所以他不是一個光是距離多遠多遠的問題 他是包括這些一起評估 當評估完畢以後 我們要說過去是一些 大家好像都得念高中職 而且初期的公立供應有限 所以這個失效加進去了 現在整個來說 老早已經是超額供應十幾年了 那十幾年 我們的退場機制 到了現在還是循循散佑 坦白說 就是因為讓大家覺得是 看看能不能等 等到更好的退場機制 更好的退場誘因來 所以我還是覺得 雖然說把土地變更 然後讓它變成是 可以還地與董事 是一個很差的方案 但是該還給誰 這是可討論的 還多少是可以討論的 千萬不要是 既沒有在他停辦之後 給他課徵 他該被課的房屋稅 或者是土地政治稅 但是又一年完全不給他 他兩邊夾殺 他當然是能撐就撐 所以你的意思是 胡蘿蔔跟棒子都要有 是的 好 但是我們看這邊 因為剛剛在講的這個 因為教育部現在看起來 這個強迫退場 這個棍子跟並沒有拿出來 那大家還是在撐在那裡 那我不曉得說 你怎麼看 是不是應該要有強迫的機制 我覺得那個燒子化 那個是一個很明顯的狀況 就算今天他有辦法去起此為生 可能過兩年 大概有降下來了 當然剛剛副所長提到 就是說有考慮那個偏鄉的狀況 可是我其實一直在想 譬如說好了 教育部從去年開始宣布 有百分之八十幾 都是優質學校 可是我想從輿論上來看 大家其實不太相信這件事情 就是真的 他是一個優質學校 所以我其實反而會覺得說 有沒有可能趁這個機會 讓他轉型 這個轉型 包括就是說 你可能需要教育部 更多的介入 或者引進更多的 像剛剛那個周教授 談的有一些民間團體 他有熱忱的進到這裡頭來 讓他真正的能夠去 教育部在評鑑人家優質 那教育部有沒有辦法 自己去產生一些優質的學校 出來 我其實很好奇 可是我覺得這得要去實驗 就是說我們今天要去投資一些資源 或者是有一些學校 他之所以辦不下去 是因為他的科系設置的關係 或因為他可能在經營的問題 確實家長關心的 就是說 真的是優質的學校 所以周老師 你可以多談一點 就是國外的經驗 因為我覺得很值得我們接近 我覺得所謂的優質的學校 看我沒有詳細看教育部優質的那個標準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現在比較擔心的是 所有的政策 不管是優也好 夾也好 丙也好 都是屬於一種一刀切的方式 尤其是剛剛用那個人數 一百人六百人 這樣的一個去切的方式 我有一點點擔心 就是說這樣的 就是剛剛這個謝理事長所講的 臺灣雖然是一個彈丸之地 可是他其實城鄉之間的差距 南北 東西 各個地方 還有包括山裡頭的原住民 跟平地的原住民 這個差異其實是蠻大的 也許在平地裡頭 一百個人的學校已經是很少了 可是在偏遠或者山區裡頭 一百個人的學校 可能是蠻多的 所以我覺得在這個數字上面 可恐怕真的還必須要去貼近 那個剛剛謝理事長說 各地區他真正的需求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就是說 所謂的優質的標準 現在有八成多 那表示我們很多的學校是 是符合標準的 可是問題是學校 真的只有辦到優質 所謂的優質 我們如果大家家長 有在注意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現在看到 越來越多的高中值 尤其是高值這一塊 經常所謂的優質 他掛在門口 或者是他的跑馬燈 都是說他的學校考了多少 國立大學 國立這個這個 技職院校拿了多少證照 這樣的一個東西 其實是不是真正是符合 教育的優質 我覺得這是第二個問題 而第三個問題就是說 到底我們的高中教育法 已經公佈說 有單科的學校 有沒有可能這些學校 將來能夠去想辦法改成單科 或者是真正是符合 社會上都沒有 可是他可以做出來的 這樣的特色學校 而不是只有優質而已 OK 其實我們剛剛看到 其實教育部有一個法寶 而且是一個散風寶劍 就是強制退場 我們來看一下 私校學校法 這邊就寫到第55條 私校辦理不善 然後藉其未改善 主管機關經徵詢私立學校的 諮詢會以後 就可以停止部分 或是全部的招生 這條有沒有用過 這樣就是高級中等學校 事實上是提供了 九年義務教育的學生 繼續接受 十二年基本教育的這個機會 所以讓孩子究竟入學 讓孩子適性入學 讓孩子不要因為 剛剛提到說 我們的優質學校 是不是百分之八十太多 我要講的就是說 優質學校認證 這個學校並不是 就這樣就是最高了 他繼續發展的機會給他 我剛剛在問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用過那條 五十五條 強迫 過去以來 剛剛用那條 我現在講高中高職過去 絕大部分是學校 他已經經營到學生人數沒有 然後他就自動要提出來 就要退場了 那我們用到這一條 事實上我們會去使用 就是我們已經先 階段性先讓他停招 停招三年之後 就完全沒有學生了 我們就會讓他退場 不過我們知道現實的狀況 很多私校都還在觀望 而且可能敵死不寵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原因 就是沒有誘因 那為什麼呢 私校學校退場沒有誘因 我們來看私立學校法 第七十四條 規定就是剩餘的財產 不得歸屬自然人 或者是營利團體 要捐贈這些公私立學校 要捐給公私立學校 或者是教育文化社福財團法人 那不動產是歸給所在地的政府 那如果他是一個地皮很高的一個縣市 比如說臺北或者是新北市 哇糟糕了 這個土地要捐回去給政府 可能這些校董呢 真的是很有意見 因為也許本來是他捐贈出來的 那現在又要給政府 這個就是大家很生氣的地方 對不對 說明一下 這個當初的捐資人 並不是現在的董事 已經換到好幾代了 尤其是他可能還要找一些學者 來充當非家族以外的這個董事 所以我要第一個說捐資者跟董事 其實是不一樣的 我想不想清楚 那第二個是說 當初是捐資興學 現在變成是投資興學 還可以這個中間的漲價 歸功多少 沒有先講清楚 而且沒有講出那個精神 我要講的就是 這中間的土地增值 完全是社會改良的關係 不是他們的利益 對 那如果當初可以這樣子 到最後還還本的還本對不對 還獲利 那所有人當然後悔 當初為什麼沒有去興學 那搞不好你要是有獲利的話 大家都說我趕快停辦 因為土地增值 所以誘因太多也不行 那完全沒有誘因 大家要說覺得是 沒有人要幹這種這個生意 所以我要說的是 中間的評估是很重要 但是更重要的是 要認清事實 我們講一個數字 目前的優質高中指 所能夠提供的量 遠超過 光優質高中指 非優質的那一層不要算 就已經超過國中畢業生的四萬 然後很快這個超過呢 會變成五萬七萬 我們現在有小五小四以下的 當他進入到高一的時候 馬上就變成是二十二萬 那二十二萬就比現在產業六萬 那在這個狀況之下 我想即使是優質高中指 還是要面臨缺額 更不要講非優質 其實剛剛提到一個小指化 我們來看這個小指化 在臺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嚴重 我們在一九九五年的時候 是三十二萬的孩子 baby 然後一直到現在二零一三年 就是去年而已 我們看到已經十九點九萬 然後這個呢 如果過幾年 就是說他要到高中的年紀 應該是十五歲吧 十五六歲 十五年後 這個能夠真正的救血 可能不到這個 所以會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看到的 這是一個現實問題 那到底要怎麼讓他們退場 或是轉型 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不過剛剛一直在提到土地的問題 我很想請教 就是說這個土地 因為內政部有講 他說可以把它變更為商業價值的土地 然後效董捐出兩次四成 那給政府其他可以領回六到八成的土地 哇 這個利益很高 我不曉得教育部的立場是什麼 不是 我是覺得這樣 我們最關心的還是十二年國教實施 雖然剛剛中泰講說 我們的優職高中提供的這個學生的人數 招生的學生人數 是高於應屆畢業生的學生人數 的確是這樣 因為我們讓學生選擇的機會多一點 而且能夠究竟入學 但是我要談的就是說 即便是少子女化之後 我仍然認為如果法人或是董事會 他對辦教育 他對辦教育事業仍然有熱誠的時候 不一定要去搶這十幾萬的應屆畢業生 他應該要去想說我的學校 如果讓這些已經畢業的學生 回來繼續就學 繼續學習 或是我剛剛講實用技能學生 產業特殊需求的內科 或是建教合作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教育單位 我們要努力的是把孩子照顧好 然後把現在有的老師 他能夠學校發展過程當中 如果真的學校不辦了 那我們安置他工作的機會 有這樣的機會 至於土地處理的問題 我們尊重整個國家對於國土的規劃 或是內政部隊土地最後要怎麼樣子 去比較理想的方式去處理 我想我們還是覺得說 學校應該是逐漸的讓他去轉型 比較重要 所以你們對土地沒有意見 我想至少現在是沒有非常明確的一個看法 不過在這裡面 我們看到少子化確實是衝擊 不管怎麼樣 包括公立的學校 現在教育部的做法是減班 減少學生的人數 可是私校呢 其實他們有經營的規模的一個問題 所以他變成 如果說你要他減少學生 其實對他們來講 他可能經營不下去 這個時候該怎麼辦 因為確實他有一個規模的問題 來 謝國慶 沒有錯 就是說 所以我剛才講說 這個少子化 就是這麼明顯的一件事情 你非得要去處理這個問題不可 那當然教育部一直覺得說 那你如果有興趣去辦文教教育 你就開始去找其他管道 我覺得這個部分少子化了 另外一邊叫做高齡化 也就是說我覺得教育部 應該重新去思考整個台灣的 那個中生學期的這個體系 該怎麼去處理 而不是說你如果有興趣 你就去做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話 就沒有一個系統的規劃 台灣有多少的民間組織 其實對於這種社會教育中生 是有那麼多的經驗跟熱忱 可是他們其實被困在 他們沒有場地 沒有好的設備 所以你認為不一定要辦教育 不一定 對 就中生學期也是這種教育 只是他轉了一個角度 以前是面對我們的高中的孩子 像我可能面對的是一般的成年人 可是我剛剛講的是說 我們其實有那麼多的機構 在辦這樣的一個事業 可是他們欠缺的就是場地 欠缺的就是設備 甚至欠一些老師 為什麼不思考這個部分的東西 再去做轉型 我重點在於說 如果你要原來的法人 去做這件事情不見得做得好 反而是得要去思考 我們現有的這些機構 對 但是周老師 我們看到這些要轉型 其實他們都有很多的過程 只是真的少子化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 如果要轉為特色的學校 其實我不曉得 是不是這個中間 應該要怎麼做的一個原則是什麼 我覺得是這樣子 私立學校基本上來講 在等於是也是在生死存亡當中 我剛剛看到的這幾所學校 有些學校都已經辦了五十多年了 然後現在招生不夠 必須要被停招等等 其實我看了心裡蠻難過的 因為一個學校能夠辦到半世紀以上 但是有時候真的是非戰之罪 人口的問題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覺得轉型是可行的 相關的機構 除了剛剛謝理事長講的就是說 從中生教育的角度來看之外 還有一個很重要就是說 有沒有可能遭受外籍的學生 外籍的學生 包括陸生還有東南亞其他 因為既然華語在整個世界現在 華語的需求很大 我知道現在有一些高職高中 其實有一些交換生 但是我們的基本的配備不夠 我們沒有足夠能夠英語 或者是輔導的師資或者是學生 在這一塊我們可以加強 所以我覺得其實為什麼不試試看呢 所以你覺得外籍也是一條路 遭受外籍學生 好 我們要先休息一會兒 到底應該要怎麼轉型 然後能夠照顧到學生跟教師的權益 而且這中間的利益衝突 又應該怎麼處理 我們先休息